欣宜 妳現在是幾個 我現在三個啊 然後我前面兩個都是兒子 我覺得她差不多要換尿片 這講得很一樣 她用力是不是 濕了啊 有聞到味道 她妳濕了 沒有耶 有尿尿的味道啊 唉呦 兒子 妳的兒子 唉呦 兒子 對 她在道具好貴膚耶 妳也是因為兩個兒子 對 想再拚一個女兒 沒有 沒有 因為我生完兩個兒子的時候 我就認真地問我老公一句話 我說妳 我說妳之前不是跟我講過 妳有生兒子的壓力嗎 因為我們家就她 姐跟她嘛 然後我說妳這樣 應該沒有壓力了吧 然後她就說 對啊 的確是沒有壓力 我說那這樣子以後啊 如果我們老死的時候啊 臨死之前妳會不會就是 跟我講說 然後她這個時候給我 寂寞嗎 對 她給我安靜 我看她就這樣 我就連個眼神飄到 因為我不想要 她真的在思考這件事情 她後來就跟朋友承認說 的確她那時候 因為我問了她這句話 早知道我就不要問 她就認真思考說 她是不是應該要要一個女兒 所以女兒算是計畫之內 可是妳知道 我們不可能控制男生女生 對啊 萬一有一個兒子怎麼辦 對 第三個 就是去高層次產檢 知道是男生女生的時候 她那個開心到不行 就覺得 終於有一個女兒啦 覺得太棒了 感覺上一輩子 做什麼好事之類的樣子 所以妳還是生到一個女兒啊 對 總共三個 但前面兩個兒子的時候 妳真的會很厭世 厭世 有到厭世的程度 有 很厭世 我跟你講 真的 很多人都一直問我們說 為什麼不帶小朋友 跟小朋友互相聚會 對 很多那種幼兒園 或者是那種小學 不是會說誰誰誰 生日會邀請你們一起參加嗎 對 男孩子從來不會辦什麼生日會 你們沒有發現嗎 我也不辦的 因為我都會幫我女兒辦 那種公主的派遣 只有公主會 對 因為媽媽 妳來過很多次了 每一年都是高級的 對 因為媽媽們都會互相討論說 哪個死小孩的家長什麼之類 也不管他 還是在那邊亂闖亂跑 妳是不是大人都會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避免 成為別人口中的死小孩的家長 就盡量就不要參加這種聚會 因為小朋友兩個在一起 真的就像阿呆與阿瓜 超可怕的 所以妳老大老二 是很欠揍的小孩是不是 很欠揍的小孩 多欠揍 男生 不好說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會看電視了 幾歲 對 一個小五啦 然後一個小一 小五已經開始聽得很輕鬆的 滿大的了 但我只能說 他們小時候就是滿調皮的 現在有進步 連對小五的兒子 都要用這種很巴協的語氣 有在進步了 然後甚至我的小孩 他們有個優點 就是他們平常都很吵 可是他們遇到 比較小的弟弟妹妹 很愛照顧他 我們家的這個徐小三 他以前也是比較偏 喜歡活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很堅持自己的做人 所以我會發現 他只要跟妳 靜雯是妳的什麼 大姑 他只要跟妳大姑的那兩個 小女兒玩在一起 他馬上 我看那照片我想說 這是我女兒嗎 我就哭了 變姐姐嗎 變姐姐 現在那兩個然後這樣 然後還會這樣揹她們 然後這樣拍攔 我想說這不是我女兒 這不是我女兒 他們家也很愛我兒子 超愛 所以我兒子在他們 弟弟妹妹身上 他們找到了自己的 我女兒也自己 他們只要找到自己的友藝 所以你看 所以為什麼 我覺得她很厲害 她生了那麼多個 大的可以帶小的 他們就會慢慢知道說 就是自己被需要的感覺 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哥哥姐姐們 有哥哥姐姐們是不錯 繼續乾杯 乾杯 馬丁妳有可能 再生第二個嗎 你們真的很狠耶 我才不一樣 但是如果是跟另外一個爸爸 可以啊 這什麼無敵啦 可是我必須講 因為第一個到第二個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就是 爸爸感覺好像都 活在自己的世界 然後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就是進入 我們的小世界 但是生完第二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他知道你真的很忙 所以會幫很多忙 所以真的是第二個才開始 對不對 所以有人跟他都說 日本 日本你沒有聽說嗎 有說 如果生第二個孩子 他還是不幫你 表示你們就可以 但是代價太大 但是第二個都出來了 可是我老公是第一胎 跟第一胎的時候 他最投入耶 他會我們一起吃早餐 然後帶小孩去逛什麼 中正經驗堂啊 剛結婚就會很興奮嘛 所以第一個孩子也很興奮 所以真正的愛情 要從第二個 考驗 第二胎的時候 他就是會勉強就是說 也很一起 也都是一起行動 可是我們是隔了很久 才生第三胎 那時候他就已經放飛做自己了 然後就是我 就是承受這一 也不能說承受 就是享受這一切 我覺得就會很羨慕 有女兒的家庭 因為你都覺得 女兒是好貼心 好貼心 因為像我們自己是女兒 我們就假日就想回家 陪媽媽 陪爸爸 所以就會很羨慕那種 有女兒 現在女兒可能都跟朋友 然後但是 大概等他們結婚之後 就全部都會以媽媽為主 可是像妳剛才九個 他就說是兒子最貼心啊 像我們家也是弟弟很貼心 然後他才兩歲的時候 哥哥那時候在練習 自己上廁所 那個上大號要擦屁股 然後我弟弟就自己 去拿衛生紙要幫哥哥擦 然後還叫我去看 然後根本就也沒擦到 然後哥哥就 就很匹 蹲在地上就拿一本故事書 然後讓弟弟幫他擦 擦屁股 然後連出去玩的時候 如果有哥哥被人家弄哭 然後弟弟就是很小一個才兩歲 他就會衝出去說 弟弟保護哥哥 保護哥哥 也不是妳教的嗎 不是我教的 而且 但是哥哥有時候很Man 像有時候 我昨天去一個春酒嘛 然後哥哥要穿過重重的人群 就是他就牽著我 然後就這樣牽著我 他就走前面 他說 好可愛 然後從在夜店要出去的時候 幫忙拍錄 然後他就那時候突然覺得有點 那個小鹿亂撞感 怎麼兒子那麼Man 我覺得男生本身會照顧別人的心 會比女生多 真的 對 男生其實滿會照顧媽媽的 所以九寶媽也 聽完他們的故事 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們這些都是小案子 真的啊 我們家就幫手也很多 然後又很團結 這些都真的是 團結 真的都是 對 對 所以妳現在都 妳現在都沒有經歷那種就是說 大家都給我閉嘴 什麼什麼抓狂的時候 不會 因為他們只要聽到我的聲音 稍微在 加重語氣稍微嚴肅一點的時候 他們就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提醒說 媽媽 媽媽可能要生氣囉 快一點 我們快點先去 就會拍子 就大家都各自分散 你冒犯的時候會不會偷笑 有 有 有時候真的還會笑 因為以前那個脾氣很差 差到爆 你以前是會跟女生打架的那種嗎 一定會 然後連交男朋友的話 可能就是不高興 也會直接垂嘴這樣 你會因為會打男友 就是在還沒有生小孩之前 一樣 就是跟我老公在那個 剛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他惹我生氣 然後我是一樣 就很神奇的直接 垂他一下這樣 是真垂嗎 後來結果一生完的時候 他就覺得 他有一次就問說 妳怎麼跟婚前跟婚後 差這麼多啊 就立刻變娃娃音嗎 就會比較 沒有 也不會 就是生意就一直這樣 很可憐 然後走到男生 就本來就突然一男生 當之前就是一樣 就是學校 或者是接外面電話一樣 都會說 李先生你好這樣 然後瞬間都三好 真是很悶 悶到爆 可是有沒有什麼 是以前的結婚前 會去做的活動 然後你現在覺得好可惜 還是還好想去 以前就夜生活比較多啊 朋友一句話就會直接出去 然後後來自從生的時候 真的就完全就 朋友找然後一律都收弄 可是而且這麼多小孩 那個煮一餐要多久時間 差不多一個小時吃一個小時 可是有的還在喝奶 有的是要吃正小吃嗎 哥哥啊 哥哥會煮菜 哥哥跟姐姐都會 大家都搶著要 小四他會煮菜 就比如說我要去忙的時候 然後我的大兒子就說 媽媽我來 然後你可以去做你的事 然後他可以去餵奶 然後幫弟弟妹妹換尿布 這些都是他搞定 然後你老公可以煮菜嗎 沒有 因為老公要上班 對 所以我們家就有很多幫頭 然後連我換個尿布一下 有時候就是自己一個人 換尿布的時候 那種老四老五 然後比較小的 或是老六老七 就急著去搶一個人 然後搶著拿那個尿布 拿刺激 然後還要起來拉來 就說我要 然後這樣子就會這樣 反而都很積極在做事 你可以記得 你九個小孩子的出生裡面嗎 我拿到身分證之後 身分證之後就不行 因為我一個都沒有背 應該是說 我沒有試過 因為我一個都沒有背 我三個 已經都記不太起來了 我婆婆還是說 叫我連農曆的都一起記 妳說生日妳記不起來 有的時候 他會叫妳填明果 就是填那個蜥蜴 對 我就會搞不太清楚 然後要填那些學校 學校很喜歡叫妳填什麼 有的不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搜尋一下好了 可是有時候搜尋會是 搜尋會是錯的那個資訊 然後我就會打電話給金星人說 妳就算搜尋你女兒的 出生年月的日 對 所以九個一定記不起來的 我真的記得起來 他說他記得起來 可是西元換算我就沒有 你從老大到那個 最後一個 最小的 老大一百零一年 十二月二四 然後老二是一百零三年 七月七號 然後老三的話是 一百零四年七月四號 然後老四是 七月 十一月十七 十月十七 對 然後老五的話是 一百零七年四月二三 然後老六的話一百零八 然後一零十月十七 然後我剛剛是說一百零 一零八 豬豬的那一個 好 然後 一零八 對 一零八十月的 豬豬豬豬 不記得吧 不是 我要算生效 你屬豬的 屬豬的 屬豬的嗎 那就一百零九 剛剛這一百零八嘛 對 一百零九 然後是 剛剛是第七個 是九月二十三 然後一百零十 然後一百零十是 八月二十六 好厲害喔 這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 那你會常叫小 還沒講完啦 最後一個是 一百一十一年 九月十一 去年 對 好強喔 所以出生你認識 那個幾月幾號 你沒有亂編喔 我沒有亂都亂編 因為其實他講不對 我也沒有 我不知道 對 可是他很認真在思考 真的啦 對 那是真的 那小孩到底 差不多到幾歲 會覺得有自己的空間 因為我的空巢 其實比較早 因為我小孩都到 美國去讀高中跟大學 所以我是他們高中的時候 你就開始 他們離開台灣的時候 那你就開始就要 就覺得 沒有寒暑假的時候 都是 都是自己的時間 那他們那時候 一離開的時候 妳有覺得很空虛嗎 看著他們的房間落淚 有啊 你可以 可能要 他出發 一個月前 你就會開始哭 對啊 然後 會捨不得對不對 就會捨不得 而且你只要聽到 他喜歡的歌 你就會哭 對 我以前 生小孩以前 我也是覺得自己很獨立 就是比如說 跟媽媽的關係 也都是遠距離 然後跟男朋友的關係 也都是遠距離 我就覺得我是一個 可以自己把自己 顧得很好的人 然後會排很多很多事情 可是自從生小孩之後 我變得很不獨立 而且是我在依賴小孩 就是我記得我小朋友 大概餵奶餵到一歲多 要把他送出去 想說學一些群體活動 他去第一天就會跟我說 媽媽 拜拜 然後就有點要哭這樣 然後我就說沒事 他會很勇敢的 然後第二天 媽媽 拜拜 他就開始很開心 第三天他就變得更開心 然後就立刻連拜拜 都不說 他就直接進去 然後他第三天這樣的時候 我就哭了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他可以 妳不被需要了 對 然後才三天 你就忘了我跟妳在一起 一年多的那個感情 就是也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時候幼稚圓 老師也是說 媽媽把小孩送進去之後 就希望妳們立刻掉頭就走 不要在那邊這樣偷看 讓小孩子會這樣捨不得妳 可是我真的沒辦法 因為第一胎 送進去之後 我就在那邊偷看 我就這樣 真的 怎麼回事 然後老師就出來說 媽媽還好嗎 我說 老師 妳先冷靜 妳會哭對不對 妳一定會哭的 因為我本來 我跟那個老公的計畫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拚事業 然後我想說有小孩子的話 就是先就是給婆婆帶 就是婆婆在台南 可是後來我就得了那個 過年的那個初二 我就得了那個COVID 就是的疫情 婆婆就立馬就把小孩子 就帶走去台南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對 因為媽媽 就是有病 就趕快分開 可是到差不多第三天 第四天 聽到就是 因為她去台南 就新的地方 環境 可能 不習慣 對 不習慣 然後緊張 然後可能就沒有大便兩天 我就大哭 就是沒有大便而已 然後就想說 就是大哭 很心疼是不是 想說她會不會怎麼樣是不是 對 就是那種 妳怎麼會這麼的 這不是妳啊 媽媽 真的 不是我對不對 對 就是 可能是疫情的關係 有點難 有一點都怪怪的 對 有一點 有可能 對 因為我以前跟妳講說 我女兒怎樣站 妳就說還好吧 知道 沒有啦 對 但是我那個時候 就可能疫情你知道嗎 自己也很痛 對 然後她就 兩天沒有大便 我就哭到爆炸 然後就覺得我 我第三天 我一定要去接回來 然後我的疫情好了之後 我就去台南就去接 婆婆是很會帶小孩 就很哭了 很專業 然後我就在那邊學 學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說我可以自己帶回家了 然後婆婆還說 妳確定嗎 不要放在這邊嗎 這樣小孩子這樣很好啊 要不然妳就每天喝酒 妳懂我 我又沒有每天 我的意思是說 可是就是我想要自己帶了 就是我的那個 信念就是 改變了 突然改變 對 那個真的是一念之間 我就是下定決心 就說 我可以 我不管怎麼樣 妳就說我要帶就好 不需要加我 我 因為不用那麼 對 一定要用那種 以後要不然會被送走 你知道嗎 就是妳還是要得有一點 妳跟自己喊話還是要加帳話 對 我就是 對 我跟妳說要打招呼 對 我就是要 然後婆婆也就是覺得說 我的這個決心 可能就是看到我的那個 妳是不是跟妳婆婆說 是的 真的假的 對喔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覺得說 我真的 可以 我要帶 我可以的 我真的 妳相信我可以帶 對 所以我 鐵定要講 我 沒有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真的 媽媽我真的可以 我要帶回去這樣子 然後就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連老公說要帶小孩 我都說不要 老公要幫忙也不行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 那個時候我發現就是說 老公跟我就是要 假如說 觀念不一樣就算了 他就是想法也不一樣 不是說第二胎之後 老公才知道要怎麼照顧嘛 所以他還是第一胎的狀態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樣照顧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照顧 那我們兩個就會變成是說 爭執 對 很多意見 就是 對 我剛剛才換過該妳換 什麼之類的有沒有 就是會吵 可是我那個時候 就是跟婆婆 恰定決心的時候 我就是直接跟她 就是跟老公講說 我決定要帶回去 然後她就說 那妳這裡就是選 選擇要帶回來的喔這樣 那我就說對啊這樣 那她就說 可是我工作很忙 可是我就說 妳工作沒有關係 妳就忙妳的 妳完全不用管孩子 就是我自己會帶 我跟我乾媽兩個就是 會帶妳連泡奶什麼 換尿布或是要哄她 水都不用 妳也不用抱她 妳也不用抱她 對 妳也不用看她 妳就直接 而且我還就像那邊 妳想她的話 妳就去看 我會發她的蒙世間 對不對 照片 然後就先 那老公也就是說 妳那麼決定 那就隨妳 那妳就加油吧 的那種 但老公沒有試圖就是說 讓我來試試看什麼的 有啦 那我就會這樣看著看著看著看 算了 走開 算了啦 假裝每一次 但其實很用力的把她推開 對 走了 那種 對 所以現在妳自己 一切都是得心應熟 有一點都很高手啦 其實就是有乾媽跟我 兩個人一起的 所以妳現在 就是老公消失 大概一百天妳就覺得 沒關係 對 幾天沒有回家都無所謂 對不對 但乾媽一定要在 乾媽 乾媽一定要在 對不對 世堅哥好像在哭耶 對 我是見不到 他在叫 妳不需要再檢查一下嗎 不用啦 有乾媽在是不是 快來訂閱小姐不息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